飞流直下3000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 这首诗原来比喻的是壮美的瀑布 但是如今这首诗不再是瀑布的专有名词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把这首诗比喻为空中的泳池 你能想象到在空中游泳吗 你能想象在200米高的高空直流而下的感觉吗 如果你去过新加坡酒店 你就有机会感受到这不是梦想 如今高空中的泳池不再是新加坡的专有名词了 在中国同样的存在着不可思议的泳池 它就坐落在重庆的来福市广场上 这个比新加坡更加庄丽的泳池 规模达到了112万方 它的价值更让我们赞叹 270亿人民币让来福市广场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在这个梦幻般的世界里 你不仅可以在这里游泳 它的功能超乎你的想象 健身 KTV 吃饭 天际观景台 高档会客厅 如果你觉得这还没有什么的话 高空中的环境会让你畅扬在一片花海当中 在高空中的中心有一个花园 你可以在这里小气 也可以在这里和几个朋友一起谈天说地 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向往 法国诗人加斯东·巴什拉曾说过 水是畅扬于人间的天空 是繁星的另一处居所 这句话就正好地阐述了重庆来福市广场的这种情况 徜徉在水中你会感受到无比的自由自在 就像鱼儿在水中一样 不过我们会更加地珍惜这个时刻 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世界中 这可能是你为数不多的一次旅行 所以如果有机会 希望你可以去这个魅力四射的地方感受一下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 把自己投入到其中